红斑马国道上民警敌 白明针对前方这辆砂石车 砂石车被逼到路间 还数度左右蛇行 想摆脱警车 当时国道上所有车辆车速都放慢 大车都来帮忙 前方一辆大砂石车 左边是油罐车 后面也来了辆货柜车 前后左侧都有大车堵住去路 更多红斑马也赶来支援 最后不敌众人之力 砂石车终于乖乖停在路边 就怕这辆车又趁机逃跑 其他车辆也跟着停下 顺便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警车拦查还不停 画面po网网友也叫好 留言各位学长辛苦了包围的好 这个同行不帮忙处理 以后继续嚣张下去 原谅这辆砂石车 行进国三田辽过磅站 超载37顿多 心虚加速油门逃跑 警方说驾驶严重超载 沿路蛇行还拒减逃逸 都要罚 算一算罚金恐怕超过24万 这代价太惨烈 恐怕也是驾驶好几个月的薪水 记者高雄最后报道 有时间了 所以有时间了 第一时间的决定 我们请不吝点赞